從空中俯瞰山頭的綠樹 幾乎都不見了 只剩下一片黃土 這是南投的李祭准馬場 山坡地遭到爛啃 結果這幾天一場超大豪雨 害得山下住戶 慘遭黃泥襲擊 沿在自家都寸步難行 泥漿灌入最盛的地方 高達60公分 家具全泡在爛泥巴裡 屋主的心在淌血 最讓當地居民生氣的 不是豪雨成災 而是上游山坡地主 爛啃爛罰 導致房子果園全毀了 就連知名景點紙教堂 都遭泥流入侵 無預警休緣一天 李祭准馬場 從2015年 易主賣給台中廣天宮主委 張家豪後 涉嫌違反爛啃0.9公頃 雖然去年1月有裁罰6萬元 但當地居民指控 今年4月地主還是繼續超蛙 沒有按照計畫改善 衛星照上原本綠油油山頭 逐漸變成光圖圖一片 好大雨沖刷 導致崩落土石沖壞寒洞 附近4公頃農田 也被泥流掩蓋 居民忍無可忍 決定要發動連署向地主求償 TVBI新聞陳家貴南投報導